走 走 走 四代点 好球 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完全篮下得分动作的 就是这个张新宇 这是一个 这个曾经是CBA青年队的 肯定啊 他首先他在防守 他是一个小拳锋 他并不是一个篮下球员 好球这个非常机敏的 把球打在对方的脚上 他主要是 主要是防守的时候就已经消耗了很多体 他进行中肯定就没进来 尤其他还防张新宇 这种 现在这个小拳锋拿球 转身跳投 非常的熟练 这很稳的 本来应该很稳 但因为现在体能下滑的结果 这个超隐三分并没有命中 又是强的板 篮下这个中锋 这个李宇卓斯 握推三百三百棒 对这个握推三百棒的选手 我觉得第一次看见他 第一次看见他 第一次看到张新宇被撞开 注意翻跑 我反正篮先的对方太恐怖了 这边讲讲不了的 黎一诚拿球 这个是美国高中校队 上篮制造了犯规 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但他钻到了夜上 嗯 黎一诚也是堪称诺成第一得分后卫 你先问他同意吗 谁同意吗 前面有的是控球后卫 我说黎一诚诺成第一得分后卫 我说黎一诚诺成第一得分后卫 你不敢乱讲他得罪人 没事我主播我随便讲 是 你可以以主播才能讲 主播敢不敢把字幕打开 什么字幕 没问题 弹幕 弹幕 干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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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是许哲健 许哲健也是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是一个高中校队球员 小前锋 西边小前锋的三分 没有命中 现在这边 好球啊好防守 我相信你那个控制面子好 对张信哲一个 多了一下 不能让这个李宇卓在低位拿球 李宇卓若在很低的位置 要球很深的话 是很难防住的 这球是直接变形了 技术变形了 这个两队体能可能都是已经比较疲惫 所以一些投篮 黎一诚再次上篮取分 打了一个二加一 对这个 美国高中校队的这个上篮动作 训练还是非常扎实的 基本都能进 而且还能制造犯规 你的那种进去 一般你是往上的 是一个三分打 就是这边 这个就是要 现在比输是多少 5分 5分 领先5分吗 李宇诚领先5分 行 现在黑衣的队落后5分 不是吧 但是现在赞助就是那个 斗王 拿这个赞助一下 为什么他们不让李宇卓去防 去防战队 因为他出来可以被过 李宇诚再次切入上篮 这是又成功的制造犯规 这个李宇诚这个点还是单点抱不人意非常强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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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选择了上篮取分 但是可惜没放进 哎 李宇诚拦一下补进 对 对 对 李宇诚也是可以说的 诺承第一中锋 这个握推三百八 无人能打 上半场快结束了 22比17 由这个李宇诚率颖的队伍取得了5分的领先 得啊 结果也要 arrives 耶